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云计算学院 本次课程继续为大家分享这个变量 这次主要说一个资产变量 其实在之前我们课程中学习了资产 那资产大家都知道分为静态资产和动态资产 动态资产我们后边课程会高级课程会继续讲 那这次我们学的资产变量 就是和之前我们学的资产是相关联的 我们可以给主机定义一个变量 也可以给这主机组进行变量 主机组定义变量 OK 那么先来说主机变量 主机变量 那怎么去定义呢 看我们这辆定义这样一个文件 inventory的文件 定义主机变量是这样的 你需要在这个主机名或者主机的IP后边空格写一个 之后呢写上这个key等于value的形式 如果有多个你就再加一个空格 再加一个空格 比较age等上一个什么18 OK吧 或者什么端口 port port等上一个什么3309 OK吧 就这样的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去测试了 用什么测试呢 用debug这种模式去测试 那在这里如果想输入多个 调试多个变量我们应该有messager了吧 对吧 然后呢大括号 大括号 那写上什么user 对吧 来再写个空格 然后呢再写上什么pod就行了 OK 那我们先来先来做啊呃编辑一个这样的文件再说 vi host 按到host vax 对吧 然后呢 复制过来 好 复制过来 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测试了啊 那我们节省时间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进行测试了 比如我们可以测试一个 啊 好 那这是什么 李雷3309 这是都是没问题的 对吧 好 多个呢就是用空格格开进行去测试就行了 但是如果有些主机没有定义变量值 啊 那 这个呢 因为这个变量呢 这个user变量是针对的 是吧 并不是针对0.4的 那针对它呢是无效的 啊 那就会获取到一个 就是说 这个变量没有定义的意思 好吧 啊 应该不是李雷 而用user user这个变量 针对 针对呢 这个主机是无效的啊 针对这个主机是无效的 那么现在可以来测试一下 好 OK 那这是什么 It's not defined的 就是无效的啊 无效的 OK 那现在 说完主机变量 再来说主机组变量 我们可以针对一个组 可以在定义变量 那比如说 定义怎么定义呢 我们写上组名 写上冒号 写上was 冒号和was 是固定写法 冒号和was 是固定写法 OK吧 哎 好 那就像什么 之前说了什么 这个组名 还有冒号children 说他的子组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呢 再来创建这样一个文件 进行一个测试 好吧 vi 这样一个文件 之后呢 把这个内容放进去啊 放进去 好 注意 这个组名 和这个组名 是一致的 那冒号was 刚才说了 是固定的 那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 我对这个组内的成员 所有成员都定义一个变量 home等于离雷 home下离雷 那说明这个组内成员 比如说0.3 0.4 都会有这个变量 都会有这个变量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我们对整个组进行debug 拿到这个home这个变量 我看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所要的正确的这种 好吧 好 那现在说明是不是能生效啊 对吧 能生效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变量 做更多的事情了 那这样显得就比较灵活了 就是比较灵活了 OK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说什么 主机变量和主机组变量 如果发生了冲突 怎么会 怎么办 那比如说主机变量 有个叫user 那主机组里边 仍然也有个叫user 那此时 特别是观察0.3 它的最终user这个值 到底是多少呢 是李雷的还是他们的 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实验 好 那我们 继续编辑一个hostsv2 文件 好吧 hosts下线v2 好 好 注意看 那我们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去干什么 去调试一下 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个生效 对吧 好 挑一个 没有匹配的 那这个名字不对啊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下线给干掉了 下线也是有效的啊 我们只是把它干掉 好 你会看见 特别是0.3啊 0.4 那 没有任何悬念继承了这个什么 变量 得到这个组内的变量 但是0.3呢 你这个组内变量呢 对它是无效的 因为它已经有自己的变量了 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是用局部变量一样 使用局部变量一下 对吧 那主机 自己呢 它是一个局部的 那整个主机组对于主机呢 它是一个什么 全局的 那所以就像什么 我们喊说里边 局部变量一样 自己有就优先用自己的 好吗 嗯 这样你就好记一下啊 那这说明了 这个user的优先级啊 主机的变量呢 比较高啊 这个有更高的远远级啊 到优先级 更高 更高 好 那应该是优先于 主机能源变量 这个句话有没有用啊 这些多了没意思 OK 那么现在来再来说说 知道了主机 以及主机组的变量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个变量 能不能继承 能不能继承 什么意思呢 我们资产 资产这个 不是可以这么办吗 比如说这是一个组 这是一个组 那这个组呢 包含了这两个组 那所以说 它的成员 是继承了这两个 那所以是一个包含的关系 所以这冒号 求准是固定下法 对吧 意思是我这个组啊 成员从哪来呢 从这两个继承过来的 从这两个继承过来的 OK 那对于这个成员 我如果对这个组 总的这个组呢 定一个变量 它会不会这些会不会自动生效呢 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就是会 会自动生效了 但是我还蛮 我们还要看一下 演示一下 印象更生一些 好吧 那再编写一个文件 叫V3版本 好吧 Vihost 下方是V3 跳起来 考试V 过来 好 此时呢 它那个组内成员都会继承这个 这个组的 副组的变量 好吧 副组的变量 好 那么现在调试一下 怎么调试呢 很简单 All servers 看一下debug user 看这个呢 能不能正常显示 对不对 好 这是正常显示的3和4 这是没问题的 好吧 注意在执行的时候 它谁先执行3 先 谁先返回 这个结果 就是谁先显示在这 这呢 不分前后顺序 好吧 没有固定的顺序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刚才这个地方没有改 我记得 继续往下 看 那继续 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这个之后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往下看什么呢 好 那 它的一个内置变量 Inventory 这里一些都有一些内置的变量 那内置变量呢 几乎都是以 isable下向线为前坠开头的 啊 那我们看看具体对用哪些呢 一个是isable ssh host 这个是要 就是说 将连接的远程的主机名 与你想要设定的主机名不同的话 让你就可以通过此变量进行设置 啊 连接的主机名 和你现在设计的主机名不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呃 别名 就是不同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指定一下 我们要连什么 我们要连什么 OK吧 好 那这是什么 我们要连的端口 如果你 ssh 建立连接的时候呢 它的端口是 默认端口 不是 不是这个22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 OK吧 那么就来测试一下 测试什么呢 我们现在注意看这个 那这里我们为爱一个 我把这个主机的端口给改一下啊 c等 ctr stutu s s sd 好吧 这是运行的呢 那现在我们去改一下这个端口 不让它是22 知道吗 那就 ssh ssh d config 这个 这个好像 啊 直接是这里边了啊 找到它了 啊 直接是这里边了啊 那改改这个呢 我一眼都看出来改改什么 是不是改这个端口 那比如说我们改成4个2 可以吧 那改4个2我们可要 肯定要干什么 启动一下的了啊 restart 然后呢 ssd 好 那现在启动完了 好 那么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来可以先测试一下 好吧 先测试一下啊 先测试一下 怎么测试呢 我们直接去主机上去测试 注意看这个 这个主机 host 内姆是吧 杠 i 然后呢 它是0.4 对吧 那么此时如果再去连0.4 比如root and 172.116.118. 是吧 0.几啊 0.4 对不对 好 你如果再去连 它是吧 已经是吧 不行了 对不对 啊 不行了 那这个呢 说明我们的端口呢 已经改变了 好不好 那端口改变之后呢 我们应该在干什么呢 好 那我们 接下来 我们应该 改变它的端口 改变端口用什么呢 好 改变端口 用这个-p参数 -p参数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四个二 对吧 四个二 这个此时你会发现 已经连上了 对吧 这web server 好吧 好 此时呢 我们如果在执行 sbo的时候 退出啊 退出之后呢 回到sbo这个机器 那如果再执行这个sbo时候呢 它默认就是用什么 啊 我们直接是 啊 它是应该是 22端口 但是呢 这里应该有些其他的 然后我们看 有没有debug 我们是-mdebug 对吧 然后弄一个别的 别的 这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连 它就在上次执行过了 那不用debug 我们直接用share 模块 之后呢 -a 之后呢 测试ls 对吧 好 此时你会发现 哟 这个0.4是连接不上了 对不对 222端口呢 有问题了 那你此时呢 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去指定一下 指定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用这个指定一下 sbo这个端口 指定4个2 怎么指定呢 我们现在是用的是哪个版本 host s v3 对吧 好 那此时呢 我们来看 这个 好 那此时我们可以放在这儿 因为它 它自己的端口变了 别的没有变 所以你要给它主 指定一下主机端口 123 34 好 那么现在呢 来 再试一下 好 此时你会发现 现在呢 没问题了 ls 看的谁呢 是看的这个 执行 asable playbook的这个用户的 加目录 好吧 加目录 Root 也又是Root 好吧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去更改端口号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效果 出现了一个效果 好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 那么继续来看下一个 这个呢 是 这个用户 我们可以指定呢 使用哪个用户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默认呢 是用ssh用户名 那我们可以指定个别的 比如说 那我们更改一下 那还是这个 可以吧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指定它的用户 指定它的用户等于 比如说等于shark 那当然这个shark用户必须在0.4上出现 对不对 那我们去 呃 创建一个这个用户 对吧 userad 呃 就是shark 可以吧 好 创建完了 那我们现在回来来试一下 看是不是我们所要想要的这个结果 啊 那其实我们要执行什么命令啊 应该执行id 那这样的话就能看到 到底是什么 我是谁 就是当前这个用户是谁了 OK吧 好 那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指定了这个 我们看一看 hostsv3是吧 小心啊 如果你指定了ssh用户的 用户呢 是shark 但是你并没有使用这个用户 给对方建立什么 信息关系 这个词说 这个此时就会导致失败 啊 导致失败 这就权限拒绝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 想用这样用的话 我们肯定要用干什么 肯定要已经用 shark用户 给这个被管理节点 建立信息关系了 那我们还要做一件这样事 是吧 靠ID 那这个就不是root 就是shark 对不对 shark按的172.18.0.4 对不对 就这样的 OK吧 好 那这个端口呢 仍然我们要变一下 是吧 1 1234 这个是shark用户没有给他设置密码是吧 能够设置一下啊 task wd shark 好 我们拐回来 拐回来在书上密码 就可以了 好 可以之后呢 我们再次来执行他一下 试试 就可以了啊 好 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shark用户 那这个0.3没有定义了 他就是默认就是root用户 默认就是root用户 默认是哪个用户啊 这个当前执行 asbo playbook 执行asbo这命令的这个用户 好吧 好 这是 其他我们就不再一一试了 好吧 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是可以指定密码啊 但这种不推荐啊 推荐用直接用命令行给传 传参类方式进行密码 因为你的密码放到这明文里边 不是什么 不是特别安全 还有可以速度提权 是有速度密码也要是这样的 这个呢 就是告诉你 你执行速度的时候 这个速度的命令的路径在哪 你要告诉人家 好 这样还可以使用什么 另外的私钥啊 适用于有多个私钥 而你不想使用什么 SSH代理这个情况 那SSH代理呢 其实他默认就是什么 默认使用了我们的这个私钥 我们SS 当前用户.SSH 这里的 好吧 好 你要有另外的 你可以端独指定的 那以及还可以指定什么 远程 远程被管理节点 Python的解释器路径 啊 解释器利用 比如说你 你想使用 咱们之前安装这种Python3的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指定它 啊 Python3解释器 OK吧 OK 那这就是什么呢 主机变量 以及 我们的主机组变量 也就是说我们的资产变量 OK 好 那这次课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